早安 早安 早早8點7點多 我們已經買早餐 因為今天我們要去南山 我想挑戰多一個動物園 所以我們6點多就要起床 整條路是順利的 但我都不太肯定我的路線 所以研究一下 應該可以的 我們現在買的Hungry Jacks 超划算的 6.9毫升 1件多士 4個小班戟 再加薯餅 再加飲料 第三天就開始出發了 澳洲火車椅子可以調校方向 所以永遠不會坐到頭車 現在來到黑街 現在到達了黑街 這裡應該會轉一輛巴士 我想去的動物園 跟昨天的動物園完全不同 這個會互動性高很多 好玩很多 所以先研究一下 最後是上了Uber 因為我們去到巴士站 發現1小時才只有一班車 我們剛剛錯過了 要等1小時 但那班車的車程只不過是10分鐘 所以最後我叫Uber 也不貴 11元澳子 只是幾十元 省時間 坐在那裏1小時 完全沒有工作 所以現在變相乘Uber 其實星期日過來 這個行程是最划算的 因為希望沒有說錯 星期日應該是有點優惠 乘火車一輪都是2個多澳子 我們平時在市區乘巴士都2個多 乘地鐵1、2個站都2個多 所以星期日去這些比較遠的行程 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這個就是今天要去的動物園 Fedadel Wildlife Park 好可愛 我就是很想見到他們 動物園裡面 都會有幾個這些桂桶 你付錢就可以買到裡面 這些一杯杯的草 可以餵一些袋鼠仔 哇 你好漂亮喔 Hello You see the palm tree Hi Can you see 這些小小隻的其實不是叫KANGARU 牠們的名字叫WALLABY 是一些超小超可愛的袋鼠仔 除了袋鼠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counter 可以跟樹熊拍照 不過是要收費的 裡面就可以跟這些超可愛 懶樣樣的樹熊一起合照 跟樹熊拍照就有專人陪同 但是跟這些超小的袋子裡拍照 就是任意不生氣的 雖然這個動物園不算很大 但是牠也有很多很有趣 還有一些比較難見到的小動物 有時遇到遇到時間 還可以看到Feeding Session 這隻就是袋鼠仔 好 我們現在真的等著巴士回到Black Town 其實外面這裡就是一個巴士站 上面其實有時間 我自己都在Google Map看到時間都很準 所以在園內可以找到哪一班巴士上搭 然後走出來就可以了 走出來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已經看到巴士站 剛才我們跟Coala拍照 會有這個照片 裡面分別有一張大的照片 還有兩張小的照片 其實都有剪輯的 上網就可以找到 下面的步驟會教的 之後就要出發去南山國家公園 那天就有一些火車的保護 所以又要轉火車 接火車再要轉巴士才可以去到 去到的時候已經超兔了 立即找到一間餐廳去治療 因為去到南山其實不是太多餐廳選擇 隨便去到西餐廳之後 這塊牛肉是超級硬 超級硬 好像在吃擦字膠碎 所以不太推薦這個 我選這間餐廳的原因就是這個露台 雖然一隻都會看到南山 但是我覺得給媽媽一個震撼的景色 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南山的景色 真的要自己親身去看 才會感覺到那種魂惠 以及一望無際 之後我們就去了南山國家公園 裡面的Cenic World 裡面有幾輛不同的藍車 買入場券的時候 職員就給了我一張地圖 然後他好好地畫了一些不同的路線 寫下了要多少時間 要留在那裡 裡面有什麼設施 真的超細心 我們一會兒會搭這架 這架椅子 是超大架的 這次我衝破了自己的心理關口 站在窗邊前面拍給大家看 我現在沒那麼翻片 我還是覺得腳軟 這架吊車的中間 是有一個窗 是完全是玻璃望島下面的 其實我每一步都是在抖 我完全是覺得 我的位高症是瘋狂發作 我現在走的每一步都是腳鎮 我看任何一樣東西 我都覺得這裡很高 超級害怕 現在要跟媽媽去瀑布 因為是剛才Information Counter 那些人推薦的行程 我看到人真的這樣走 我就跟著人們走 我都沒想過那條路是否正確的 那些瀑布 很多人都脫了鞋子 我來玩吧 我們在瀑布一直走 走了三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看到剛才的景色 還有可以看到我們剛才坐過來的 吊車的樣子 我覺得這裡的景色是很值得 過來看的 我們現在要撐回樓梯上去 坐吊車回到 Scenic World 然後就坐另外兩架卡 其實紅色這一架不是吊車 它算是纜車或小火車 是全世界最斜的鐵路 中間有一段是52度 而且是超值得搭 你看一滑下去就消失了 嘩 好尺 嘩 我覺得我整個人快滅了 我想說剛才紅色的那架卡 是超級好玩 它是有那種 少少過山車給你的感覺 它是沒有離心力的 但是它那個斜的 你簡直好像垂直 很好玩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舒服 很推薦大家來Sydney的時候 過來逛逛 不論你是跟家人也好 情侶也好 自己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體驗地方 雖然有點貴 它是50元 但是我覺得 不用整天都在City 我挺喜歡去一些 郊區 呼吸多一些新鮮空氣的地方 因為 你經常都是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 然後看建築 看建築又是差不多一樣的 香港是有很多很美的景 但是未去到 這麼厲害的一個 National Park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棒 在南山 偶然就會看到 一部這樣的機器 這樣大家就不需要擔心來到沒有水 所以要揹到超大的水 好像我這樣 帶超小的水過來 喝完再針 喝完經過再針 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搭回吊車 上山上 再玩兩三次 紅色纜車就走了 這個入場費 是可以任玩的 沒有限玩的次數 之後就搭火車回到Sydney市區 這間餐廳是兩個主食來的朋友都推薦的 這個炸魷魚是我人生吃過 最好吃的炸魷魚 來到澳洲又怎可以不鋸牌呢 這一份就是我和媽媽分享的份量 你看到牛扒切出來 medium rare 是多麼汁 和剛剛好 另一樣的主食就是這個牛辣條 你看到切出來是多麼鬆化 然後夾上來的時候 是那種焦香裏面 鎖住的肉汁 好吃 超級推介大家來到Sydney 一定要試這間餐廳 算是我整個旅程最好吃的一餐 它的扒真的超級棒 雖然它有一點貴 大約要三四百港幣一個人 但是是很值得的 隨著食物差不多吃完 今天的vlog也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有新片 還有星期日更有十二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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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